六成至到1.6倍不等 我認為單靠增加收費 是不能夠減少氣質量的 如果沒有增加罰則 加強巡查和檢控 和向業界提供誘因 非法氣質的問題 只會越來越嚴重 香港現時土地不足的問題 越少垃圾氣質 就能騰出更多的地方 興建房屋 政府是必須正視這個垃圾問題的 泥頭廢自06年實施以來 個別工程承辦商 為了逃避泥頭廢 不惜非法氣質 建築廢料大街窄巷 垃圾站旁邊 見到一個個的小堆田 早前天水圍有家湖泥頭山 將軍澳有百姓國泥頭山 嚴重影響了社區的整結 處理非法堆田和氣質建築廢料 分別有7個政府部門 以不同的法例規管 在2016年有8500次的巡查之中 僅得96宗能夠提出檢控和定額罰款 明明非法氣質的問題嚴重 但為何處方檢控數字離奇這麼低呢 除了證出多門之外 現行的法例指著眼追討 泥頭車司機的法律責任 未有進一步追究建築廢物的源頭 雇用泥頭車運載廢料的承建商 未能夠有效監管私人建築工地建築廢料 被運走後的流向 我建議泥頭車可以安裝全球定位系統 以及非法傾倒的黑點是加裝閉路電視的 另外建議政府考慮設立運載的紀錄 任何建築或者裝修的工程 包括經由註冊工程承辦商負責的小型工程 向屋宇署申報員工的時候 都需要一拼提交泥頭紙 回收箱的接收紙 以便監察建築廢料的流向 確保有跡可尋 另外 現時大量的家居垃圾 大型的傢俬夾襲了在建築廢料棄置裡面 未有做妥妥善的分類 當中也有不少是可以回收物料的 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合理的誘因 例如稅務優惠 強制發展商進行分類 以及使用特定的百分比 回收物料作建築 可以豁免流面面積 確保回收物料是有出路 增加環保就業的機會 泥頭費今日加價 垃圾徵費力都會將在兩年後實施 香港環保政策落後 後任特首絕對不能再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推出政策的時候 相關環保措施和配備必須配合 包括確保各部門 需要有足夠人手、資源作出執法 調查和檢控的工作 如果只是懂得加價 而不去檢控非法棄置 又或者沒有相關配套和人手資源 恐怕數年之後 垃圾遺城真的會發生的 時間到處 在餐廳中 時 時間到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